各位爸爸妈妈好 我今天用一个短短的影片 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如何在家里陪孩子练琴 首先呢 孩子们需要很多的鼓励 他们需要陪伴 才会愿意把琴拿出来拉建 慢慢培养成一个练习的习惯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越来越好哦 首先呢 请小朋友们把琴盒打开 注意呢 小提琴只能拿着脖子的部分 弓呢 只能拿着黑色木头的这个部位 弓毛呢 不可以只用手去磨它 小朋友们把琴拿出来之后呢 就要坐在一张椅子上面 把肩垫装好 要注意两边的肩垫是不一样的 它有两个不同颜色的贴纸会标示 贴纸对齐了之后呢 就会呈现这个哭哭脸的状态 再来呢 就是要小朋友们练习一下 握弓姿势 这是我们的小鸟嘴巴 把手握好 很多小朋友们都方便就把弓握成这样子 或者是握成鸡腿这样子是不太正确的拉奏方式 我们要使用小鸟嘴巴来握弓 练习的时候呢 家里可以的话最好是有一个谱架 可以把你的谱放上去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找一个书架把谱摆在眼睛的高度 我们开始还不需要这么多乐谱之后呢 就会渐渐的会需要看着谱练习 在练习的时候呢 家长可以在旁边协助 我们弓与琴要呈现于一个90度角的状态 夹着的时候这样子 爸爸妈妈可以在家里站在孩子的右手边 协助他把弓拉直 弓呢不能飞到纸板黑色的这块木头 不可以飞到纸板上面 要在琴巧跟纸板的中间 直指的拉奏 爸爸妈妈在旁边协助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小朋友们 小提琴拉奏的姿势 我们的右手臂 要跟这个弓是一个平行的状态 手臂不能掉下去 很多小朋友都会偷懒 就把手折成这样 不可以哦 我们要让手直直的 这样子拉着 再来我们就接着下一个影片练习小兔子跟跳绳 最后呢也欢迎爸爸妈妈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定期PO一些关于小提琴教学的影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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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